好 这时候紧接着咱们再往下来写 看一下关于查找这部分 关于查找这部分 那现在看一下查找这个东西 是不是跟单链表是一样的呀 我只需要顺着我的 顺着这个那个词语 从头往后一一去比较 就能够找到最终的那个节点吧 也就是说在查找的时候 我们虽然说操作的是双向链表 但是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单链表去对待了 所以这时候关于search这个东西 仍然不需要变 跟单链表是一样的 最终看一下在删除的时候 咱们怎么来操作了 到底怎么来删除 假如说我现在想要删除的就是40号 也就是说存着40这个数据的这个节点 那我怎么来删除它呢 怎么来删除 这个的打断过程怎么来删除呢 让前面的这个n指向current的后面的这个节点吧 所以这句话应该是current点 brave它的next的指向呢 是current点 next吧 好 这时候相当于这样的过程已经有了 然后紧接着呢 再想一下 我在操作的话 就是后面这个节点的p区指向 指向前面节点 那这个节点是不是就从链上已经拖下来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这句话就应该是current点next点preve等于current点preve吧 对吧 通过这两句话 那这时候看一下 我这个节点是不是就从这上退下来了 然后第一个节点 前面的节点跟后面节点就通过这两个线连接起来了吧 达到了一个删除的效果吧 所以删除的时候 删除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这两句话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删除的时候怎么来做 也就是说 删除的这时候是不是不需要creve这个指针了 只要有一个current就可以了吧 然后紧接着 只要current没到最尾 我是不是就需要往后移去找啊 这还是跟单链表一样呢 紧接着来看一下 如果current点element等于要查找的这个元素 这时候我要操作的话 先不考虑特殊情况 要改的就是这一部分吧 对于单链表来说 只要操作一句话 而对于双链表来说的话 是操作的这两句吧 所以我们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粘过来 然后这时候关于特殊情况有了 紧接的话 是不是又考虑 正常情况下有了 要考虑特殊情况了吧 考虑特殊情况的话 还是一开始 如果说一开始找到的 这个元素 它正好位于首节点 也就是说 位于的是第一个节点 那这时候咱们怎么去给它删除呢 找到的恰巧就是100号 也就是保存的100这个数据的这个节点 咱们怎么来操作 直接让 hide的指向 Current的 直接让hide指向Current的next就可以了吧 然后紧接着呢 让Current的next的这个P区 是不是得把它制空啊 对吧 把它制空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让它等于Current的 Nan Current的brook也行 让它直接等于Nan 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看一下 在最后在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判断如果Current的恰巧等于sav.hide也就代表着第一个节点吧 代表着第一个节点紧接着让sav.hide等于Current.next让sav.hide等于Current.next这一步完成了吧 要补充的就应该是Current.next它的priv等于9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删除了吧 这是在关于的是在前面这部分 然后紧接着的话 如果说前面的这个节点 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对于在前面删除的时候 如果原有的链表只有一个节点呢 如果原有的链表只有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它指向的是Nan吧 看一下不考虑后面这部分了 不考虑后面这些 原有的链表当中只有一个节点 看一下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一上来的话 Current等于sav.hide没有问题吧 代表着第一个节点 紧接着sav.hide等于Current.next sav.hide等于Current.next等于9 这时候想要把它删除掉了吧 删除掉之后紧接着再看 Current.next.prev 看一下Current.next 现在是不是就是Nan呢 它有prev吗 没有吧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还要加一步判断呢 对吧 也就意味着是说 如果Current.next 它不是Nan 不是Nan是不是也就这句话会反为真的 对吧 如果不是Nan的情况下 我才去把它的prev置为难吧 那你想我把这个条件补充上 是不是就对于这样一个特殊情况 也就能处理了 对吧 所以要考虑这些一个特殊情况啊 所以对于前面这部分来说 我把这块注视给它补充掉 这个条件要判断的是谁 判断的就是 判断链表 是否只有一个节点 然后紧接着 那关于前面部分删除也就说完了 我们要紧接着要看是在尾部的一些特殊情况了吧 假如说它找到的恰好就是最后一个节点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处理得了 Current来看一下我们判断的条件最终到哪 假如说找到的情况下是最后这个节点吧 到这个时候Current指向他 指向他之后的话 我是不是也要进行把它删除掉了 把它删除掉 看一下咱们做的 不是HID 那就是进入到ELS了吧 进入到ELS当中 先判断的是Current.prove.next 就这句话吧 Current.prove.next 也就是Current.prove.next 等于Current.next 就Nan吧 也就是说 这个的next等于Nan 这句话没问题吧 紧接着再看 Current.next Current.next 是谁Nan吧 它是不是又没了 没了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又得加上一个特殊条件判断 那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 如果Current.next是存在的 那我把它的prove去给它置一下 如果说 这时候Current.next 就是Nan 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管了 直接把它一置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们通过这两句话就行了 在课件当中给大家写的话 写的可能会比较繁琐一下 那按照代码跟着写的话 是不是加这两句话看到就可以了 好 那是关于remove 那关于remove的情况下 再看底下 priv是不是就没了 priv没了 Current.next 就往下移动了 所以那这时候 我们关于删除的话 是不是也有了 删除有了之后 咱们把这边的东西拿过来 去判断一下 到底咱们写的合不合适 把它拿过来 这时候 l全部要换成dll 应该是从 我直接把这个改的 是最成事的 节省时间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r 现在指的是双链表的 对象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来运行一下 效果看一下 对不对 只要达到的效果是 跟单链表的一样就可以吧 我们把单链表也开起来 因为只能显出了一个吗 那就还是这样显了 来判断一下 一开始去构造一个双链表的时候 是空 反回处 没问题 紧接着长度是不是零 然后我往里面 尾部添加一个元素的时候 它不为空了吧 反回到false 然后打印了一个长度是一 再紧接着 我往后追加 二 三 四 五六 而且紧接着前面 在头部插入一个八吧 所以这部分应该是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如果在这里没有打印 紧接着我在最前部插入一个九 打印出来应该是九八 九八 一二三四六 没有问题吧 紧接着在第三个位置 也就是说 零 一 二 三 在三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二前插入一个一百 是不是也没问题 紧接着在最后 我插入了一个十 插入一个二百 然后紧接着我再去删除 删除 是不是第一次把一百删除掉 紧接着又把九删除掉 又把二百删除掉 对吧 那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效果 咱们对于双链表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